爱心梦想家 有没有办法得到改变 大家都想提前知道对吗 今天的节目上呢 我们就找来一位 他是科技与工程背景 但是他把他所学的科技理念 比如说大数据啊 人工智慧啊 甚至是量子力学 这些基础的科学概念 放进紫薇里头 他是张胜书老师 他今天也带来了 亲子难题 紫薇有解这本书要送给你 所以待会请收听我们的节目 还有专访 我们把书送到你的面前 那很希望大家可以 也谢谢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订阅我们的节目 那希望我们的安排呢 可以刚好切中你的口味 然后对2021有信心 在展望未来2021年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讨论到 未来的趋势到底有什么是重点的 在市场面 甚至是反映在你投资的股票上啦 或是对整个科技业来说 到底意义是什么 这几年呢 一直讨论不断的话题 就是电动车 各个大厂 有些人做得很好 有些人在烧投资人的钱 有些人烧一烧就倒闭了 但是目标最大的绝对是Apple 既这个手机 Apple的相关的周边的产品之后 有没有可能他出了一个 自由品牌的自驾车 电动车 并且搭上整个浪潮呢 今天科技大叔说故事 他要讲的主题 就是自由品牌的Apple Car 什么时候会出现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听听他怎么说 欢迎收听科技大叔说故事单元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今天大叔想聊这个主题 叫做Apple Car 出现的一个时空背景 那年关将近 又是这个省市 这个全球数学经济 现况的一个时候 我们知道根据这个路透社 21日的这个报道曝露 这个苹果计划最快在2024年 推出这个 它定位为这个消费级市场的 一个自由品牌电动车 叫做Apple Car 它同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革命性电子的一个技术 这个是用来提高车辆的安全性 以及续航里程 这整个当然让市场眼睛 维持一亮 那数位经济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 依托在这个数位汇流生态系 发展的一个经济 那国际数位汇流发展的重心 我们可以从网络汇流 周端汇流 到应用服务与内容汇流 以及新分流 四个面向来讨论 我们可以适当拿出一张纸 画出四个栏位 自左自右 那第一个栏位是网络汇流 像是3G 4G 5G 等等 第二个是以这个智慧手机为首的 这个终端汇流 第三个是各种内容及创新应用服务的程式 特别是像这种电商 以及提供这个数位影音串流服务的 这种叫做这个ODD TV 网络电视 最后一栏 就是近年来百花其放的各种创新技术应用 以及新的硬体 像是这个物联网 虚拟与扩真实际 8K电视 区块链 人工智慧等等 接着我们来赶快看一下 这个各种难为现在目前消枣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从这个汇流中端谈起 所谓的以汇流中端为主的这个数位经济 意思是这个全球数位汇流相关的业者 他们都会将这个重兵环绕在它周围生态所发展的一种经济 打从这个第一只iPhone诞生到今天也差不多十多个年头了 目前这个苹果与安卓这个市场暂停 已经大致的底定了 市场现在成长一种成长 呈现一种停滞的状态 那这个硬体的创新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使得这个数位经济的重心 渐渐的开始转向这个内容 以及创新应用服务汇流 像是这个Netflix啊 Disney Plus啊 爱奇艺啊 以及抖音短视频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ODD影音串流的服务 但是大家都知道内容为王嘛 好的内容才能吸引住这个观众的眼球嘛 全球串流影音服务市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了 但是这个制作成本所费不支嘛 面对这个新的竞争者 Netflix啊 已经多次透过这个发行垃圾债进行融资嘛 那长期这个债务占比啊 占这个总资本的比例啊 居高不下了 导致这个Netflix这个看市啊 它的订阅户一直不断的增长啊 营收也不断的攀升 但是它仍不敌这个公司债务啊 持续累积的速度哦 那其他相关的业者也持续一直在烧钱啊 看来此栏位的这个汇流经济啊 也是需要时间来验证嘛 最后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这个第四栏位的这个新奔流啊 那包括目前现在几乎所有的新兴技术或是应用啊 像是物联网啊 虚拟扩真实境啊 RK电视啊 虚块链啊 人工智慧啊 穿载式电脑啊 自动驾驶啊 车联网啊 无人机等等 由于啊 目前大部分业者啊 还不能证明它的这个获利能力啊 它比较像是面对这个业者啊 的服务 我们叫做普逼的服务嘛 因此啊 至今仍然 我们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分流来看待的啊 那我们终归来讲啊 第二第三第四的栏位的汇流 似乎都有他们特有的问题啊 阻碍它的发展嘛 导致啊 目前这个全球数位经济啊 它的发展 陷入一种不知未来是什么样方向的一种困境 那大家也许好奇啊 为何大叔上述如此多的第四层汇流项目啊 却独独缺少这个EV嘛 电动车嘛 那是因为啊 现在现实啊 以这个特斯拉为首的这个EV啊 目前在这个产业领域上面 它是 还是被视为是一个传统车厂 而非这个数位电子业哦 那此时啊 这个Apple Car 它的加入 它这个传闻啊 会提早上市嘛 就成为这个数位汇流经济 破冰的另外一道曙光了 因为啊 当人们想到Apple啊 它电子业的色彩 还有数位的色彩 还是比这个Tesla 它浓厚的多嘛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们下回见哦 欢迎回到IC专家 那其实已经接近 今年2020的尾声了 那很希望大家过完 很辛苦的2020之后呢 其实2021都更有意义感 更有幸福感 而且也知道未来的运势 或者是自己可以注意什么 努力什么 大家都很想知道 对不对 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 今天在我身边 他是张胜书大师 他现在呢 是命理界的科技造命大人 我觉得这个字 真的太特别了 就好像命运不是 已经固定了 没有办法改变了 好了 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你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胜书 好像很特别 老师在命理界呢 赫赫有名 他说 他在全世界已经有850万的会员 其中二分之一400万左右都是台湾人 很台湾人其实说 相信真的蛮多人相信这些 不论是子韦啊 各种星座啊 各种 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都很想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但我第一个问题很好奇 老师您是科技界的背景 是 严格说来 不是严格说来 本来就是 所以我超喜欢来上你这个节目啊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就是算命师 不对 因为我读台大数学系嘛 出来以后就在科技界工作 我是宏基电脑算很早期的员工 然后接下去在我美商的Digital 也是做Computer 然后接下去创业做软体 所以我一直都是科技业 发生什么事情 又有创业经验 又有大的公司的科技圈的经验 结果最后最让你很投入的 是科技命理 所以20年前啊 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其实你知道 科技业的人超爱算命的 对我发现很多科技的老板 你位置在哪里 什么时候开公司 没错 你的团队leader要是谁 所以啊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研究紫围斗术啊 算命啊 那时候台大有数学 就是这种社吗 没有 我都自己在研究 都是我自己研究 因为我读数学系 读的不开心 我比较想读哲学系 那比较抽象的思考 也就是说我比较喜欢 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那40岁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创业的公司 都已经股票上柜了 财富自由了 可是没 我后来跟老板有出现了一些 理念上的差异啊 诶 最后我离开 然后我决定啊 网路嘛 20年前 网路是刚开始 2000年 你出生了没 有哈 我告诉你 然后呢 2000年的时候 网路正热 是 我在想说 千年以来算命 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哈 样本数不够多 哦 没有数据 对 网路是不是可以collect data 对 对不对 它是收集数据最好的地方 我就想做一个网站 来做大数据的实验 2000年的时候就想到了 因为我在民国75年的时候 我就设计过AI的软体 我做过电脑围棋的软体 是 所以我算是AI大数据 data mining 你看吧 我当下很科技业了吧 非常现在非常trending的字 都是这些 所以各位在电视上看到 我不是真正的 我那个是命理大师 真正我其实是科技的软体工程师 的灵魂在里头 老师自己也是围棋六段 对没错 你跟电脑下过期 诶电脑以前都输啊 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电脑晶片 他有开外挂 他经历 他data够了 对 他经历到了最后一里路嘛 对 突破了嘛 对不对 可是我当时做电脑围棋啊 我觉得那个难度太高 所以我就想把同样的那个agorism 转过来去做算命 演算法可以这样变来变 反正套用就可以了 逆经 你看我们讲逆经 我们讲围棋 我们讲电脑 三个都是共通的 逆经围棋跟电脑 共通点是什么呢 二经未知 对不对 逆经是不是阴跟阳 围棋黑与白 电脑零与一 所以他其实是相通的 所以我用同样的这个AI的思维啊 再加上大数据 我竟然把千年以来这种所谓的神秘的玄学啊 变成科学化跟现代化了 所以20年前其实只是一个意外啊 就是创办科技 子维网只是想做实验 但是当时像洪基创投也投资我了嘛 因为我也是老红基嘛 他们就觉得这个人不太会像骗子吧 不像江湖术士 我懂您的意思 嗯嗯嗯 真正实验的结果赫然发觉 我们老祖宗的东西真的很有他的道理 是吗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把他给搞混了 哦 老师我跟您分享啊 因为很多人像科技很夯嘛 什么东西好像加上科技啊 演算法这件事情 就好像变成杜金一样 所以其实有很多 我自己接触到的也是有讲一套就是 好像科技可以帮你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其实他的内容 还是就是 非常非常传统 其实跟科技根本没有关系 是一个好像硬穿上去的东西 但您刚解释的 我完全理解 就是你说这有二进卫的 这个概念在里头 所以我在这样的实验的过程之中啊 哇 你知道这个上穹必落下黄泉 花的心血啊 导致我大学 我刚讲我想读哲学系 中文系 却读了数学系 到了最后我却把数学的统计啊 哲学的思维啦 中文的根底 融合起来 因为古书都是文言文嘛 我把这些全部融合起来 你知道我现在在北大 在上海交通大学都在当教授啦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边的这边老师有的这个资历呢 他是现在在北京大学 全球领导力研究中心 担任常任理事 还有特约的讲习 那么也在上海交大 担任特聘的艺学的教授 那我可以感觉得到 老师你对中文掌握也是非常精准 所以我要赶快开始 啤啤啪来问我今天的问题 太多问题想要请教老师了 首先呢 我现在要预告一下 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的节目 把今天的书送出来 他是张胜书老师 他写的亲子难题子为有解 这是跟亲子跟家庭有关的 我们一起听下去 我们马上在第二段的节目会来出题目 希望可以把书送到你的手中 老师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 大家都想问爱情婚姻跟亲子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难道我子为排出来 刚刚我跟老师分享 我从小的时候子为就说 我很难结婚很难有小孩 那怎么办我不哭死 我一辈子就躺在床上不要努力好了 我二十年前会创这个网站 最大的原因就跟你这个观念一样 是吗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刚去接触子为斗书 书一拿出来一看 说我克妻克母克 好难过好像判死刑一样 对 所以我在整个这个实验的过程中 我赫然在发觉 其实根本是错误的观念 什么意思呢 古书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错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古人难过 古人一定要难过 你知道古人 他们的平均水平 直到我们的小学程度都还不到 你是说智力吗 还是说经验 可是你说从整个的学问 整个的思维 我们现在小学生懂得的天文学 绝对比当年的这个 任何一个人都还厉害 哦明白明白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 这一点我一定要跟各位强调 像你刚刚讲的 所谓的 比如说 男结男生这种观念 对啊 因为古人在研究古书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价值观 跟我们现代人是完全不一样 嗯 你想想看 古人能够像你这样女生抛头露面吗 能够上班吗 应该有点难 我要在家就是带十五个孩子 所以古时候的人认为 那种企业女强人的命格啊 在古时候就叫客夫 嗯 为什么太强悍了 嗯 然后你没上班 天天在家里去去骂老公 不争气 对不对 可现在的女人头顶半边天了嘛 我们总统都女生了呢 是啊 你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 自己独立了 可是古来的衰命 简单讲三个哈 是 第一个重男轻女 是 女生本身就是男追女卑 是 所以对女生的评价是错误的 哦 再来一个就是重公民轻商 哦明白 以前考试最重要 对要 重状元才会棒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你去当商人 市农工商商人最下贱 对啊 对不对 头臭味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重阴轻阳 这个有点复杂了 哦 就古人比较喜欢阴性的特词 乖乖排的 哦比较柔 对阳性的阳刚 尤其是女生 就会觉得这样的人不行 哦明白 因为这个观念 古书是不是价值观跟现代人完全错 完全不同 嗯嗯嗯嗯嗯 这个基本上跟大数据或者是AI无关 嗯 而是我在整个看过之后才懂 现在的算命师啊 是 拿古书在骗现代人 等于在恐吓大家 因为我们生活完全不一样了嘛 那个生活方式 所以我告诉各位的就是 我打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哈 就是 没有宿命论的存在 为什么要谈造命论 宿命只是你的个性习惯而已 他是可以做修正的 是是 但是修正是有方法的 是 这就是我在讲 紫围斗树可以帮助我们现代人很多的地方 嗯老师我特别喜欢你这边说 一个难题 紫围有解 可是老师就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那 他既然90%是都错的 那我们怎么透过紫围来解这件事情 并且造造一些命运 所以你可以想啊 我这20年啊 嗯 我全部天翻地覆的古书对我来讲 已经没有用了 我全部重新改写了这套系统 那怎么办要去找什么古书也没办法用 不用 那些古书最好不要看 最好不要看 因为看了哈我刚讲到 你会被他错误的观念所影响 革新传统千年的命理观念 他不只是紫围斗树 嗯 就整个系统上面 对 观念上 那一般人可以怎么运用这样子 老师新的革新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帮助自己 比如说企业家老板可能会想说 啊千年碰到不是千年 百年碰到的一个这个Covid 谁知道 那我是不适合创业 女生会想说好 那我现在事业跟婚姻在纠结 现在女生很容易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甚至是像老师的书 好不容易结婚了 我很多同班同学 我是政治系毕业的 我很多同班同学 好不容易结婚了 然后没有人教他怎么带小孩 小孩 没错 一有意见 他一个女常人也会崩溃 所以很多很多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本书 我总共出了十本书 我认为亲子关系是最重要的事 原因在哪里 家庭吗 他这是一辈子都变不了的 我的爸爸永远是我的爸爸 事业也好 婚姻也好 现在都可以改变 对不对 我可以解释五次婚入 我想要的话 可是小孩子生了 你养不好 他是一辈子折磨你 对互相折磨 而且更麻烦的问题 也就在为什么讲亲子 亲子往往是两个老板在管一个员工 爸爸妈妈本身的思维 他们的命盘也不一样 对 教育方法不一样 他们两个首先就是你刚刚讲左右马车了 是 小孩子站在那边 我该怎么办 所以三个人三张命盘 为什么讲子为有解 你一定要先把命盘排出来 你才有办法去抛弃掉一个自我的盲点跟执着 这其实才是子为斗树的运用面来讲最好用也是最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我透过这个子为的系统去了解 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 讲难听你又缺陷好了 然后提醒自己在这个方面多多改变 我这样简单讲好了 你刚刚说很多人先来问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先问爱情 然后进入婚姻 再生小孩 首先我们第一个看 两个人夫妻的命盘 不一定是天生就合的人 可能是second best 对不对 可能这是第二个好 你早碰不到最好的那个 你可能是第三好 所以这两个人的命盘本身假设 没有那么合 好他们生出来的小孩 假设刚刚讲到 又是相克的命盘 所以所谓的相生相合 跟相克 这个观念我要说 子为斗树等于是全世界最早的人际关系学 明白了 懂吗 这个就明白了 这个命盘里面他有所谓的父母公 兄弟公子女公事业公部署公 他是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部摆进去 是 就是我们从古道经没看过 有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 当时发明出来 就是去解释 为什么人际关系这么重要 是然后就跟有些人特别可以 有些人就特别有摩擦 对吧 所以我们常会说 chemistry合不合嘛 对不对 他是系统化的 其实我们讲起来对不对盘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观念里面 我们就会发觉 算命几乎都在谈 贵人跟小人 不都是人际关系吗 嗯 对不对 跟人之间 所以我如何防小人 找贵人 都跟人有关 所以我们讲 中国传统的算命 本来就是人的学问 其实都被归为算命 嗯 我懂了 他其实就是从现代来讲 他也就是东方的心理学啊 行为科学啊 我懂了 老师你把那个 他很玄很神秘的那个东西 是有点拆解掉 是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系统化 是的 跟人之间的一种研究方法 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会发觉 刚刚讲 先天的命没有好坏 后天的运 不就跟人际关系 有很大的关联性 嗯 其实讲起来 就得三个东西而已 嗯 天时地利人和 就这三个而已 嗯 可是你要把这三个 全部都有多难 对啊 不容易的 对 大部分人都在天不食 地不利人不和的时候 做了决定 嫁娶 然后或者是生了孩子 所以 重点不在等天时地利人和 嗯 而是在天不食 地不利人不和 我该怎么做 这就是所谓的造命 哦 我明白了 嗯 那可能每个职场 跟每个家庭关系里面 也有这样子 天不食地不利人不和 天天发生 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认为这个人是人才 是 可是人才往往也是人祸 一体两面 当然啦 因为越是人才 越会逗哦 对不对 乖乖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能力不够 他反而乖啊 嗯 所以这就牵涉到的 我们刚刚讲到 人际关系在这里面 产生了很多的因素 好 老师那我要直接替 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 来问一下就好了 可能我们 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或钱也没有办法 跟老师这样 坐下来好好聊 说啊我是几月 几日出生 几点几分什么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怎么样造命 或者是知道 我跟什么人特别有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网站 可以让大家 是啊 稍微的看一下 我就常跟大家讲 很多人在路上碰到我就说 老师可不可以帮我算一下 我说对不起啊 我不帮人算命 因为我觉得 我的网站上面的database啊 他这个数据 已经比我本身还准了 这就是我的科技子为王 嗯 就大家上网 你想我的网站啊 在台湾是前排名100大的网站 每天都有几十万个人在上面 上来看 我如果一个人算命 跟医生一样是劳力密集的行业啊 我一天可以看几个人 等不 绝对是看不了 这种十几万人 我一天就算看十个人 就累死了 对不对 所以以前都说算命会折养手啊 我懂了 太累了 太多了 可是你这样的角度出发去思考 但我把这样database做得更精准 它能够service 它能够服务的人群 是不是更广 而且它是全世界适用 不是只有台湾啊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啊 黄种人 白种人 黑种人都可以用啊 嗯明白 今天在我身边是张胜书大师 他今天呢 来讲一讲科技跟子微 这件事情怎么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 台湾第一段呢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啊 这个后面 有的系统的思维跟想法 还有它的这个科技的元素 不像是一个硬夹想去的东西 反而是一个统整它的工具 然后老师把它凝聚得很好 那我们下一段回来 我很想请教老师的就是 大家在2020很辛苦嘛 各行各业都是 那我们这会是年底的最后一集 2021大家可以怎么样运用 这样子 大家很想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那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休息一下 赶快进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今天在我身边是命理界科技造命的达人 跟大师张胜书老师 老师今天带来他最新的新书叫 亲子难题子微游姐 我们有说我们今天要把书送到你的手中 题目很简单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是科技跟什么的结合 其实答案就在这八个字里头 请你留言 然后在我们的Facebook的影片 或者是YouTube影片下方 那希望可以把书抽出来 然后送到幸运的得主的手上 那讲的是亲子之间的难题 老师我刚刚翻开来这本书 他说是子微的教养智慧 第一句话就打中了我的心 第一句话是请以此书纪念终生爱我 却不知如何爱我的父亲 我觉得打动我的心也打动了 所有现在小孩 或者现在是父亲的人 他曾经也是小孩 他的一个缺憾 一个一个一个 其实你刚刚已经说了 所有的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当父母 就当了父母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去考執照 他因为开个大学 就是教他 应该有一个班来教这个 对都没有考过執照的 对吧 但是没办法 所以我这本书 我刚刚这句话 你看我为什么大学想读哲学系 就是因为小时候的家庭很奇怪 我爸爸是湖南的老兵 老农民嘛 逃到台湾来 然后在彰化小乡村娶了我妈 我妈是个台湾的农妇 一个讲湖南话 一个讲台湾话 很很很很很难沟通嘛 然后我妈妈这边之前有六个小孩 我爸爸在大陆也留了两个小孩 所以我们家总共有九个兄弟 有七个姓 都是之前的 我爸跟我妈只有我一个 独子 明白明白 都是第二段婚姻的小孩 对 然后我妈前面的 因为穷都送人了 所以我常常长大的过程 很纠结 突然会出现一个人说 我你哥哥啦 然后到湖南 我是你哥啦 你想 所以 纠结 我为什么讲先天的命没有好坏 后天的环境 是不是就造就了我对人生的困惑 可以理解 所以我大学才开始会去研究命理 是 因为家里太过贫困了 我妈妈又很早就故事了 是 所以我其实从小就会对我爸爸不是很谅解 因为他也不会当爸爸老兵嘛 怎么当啊 对啊他知道怎么在军队里面服从 他能活着就不错了 对对 打工嘛 所以以我来讲 当我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案例 我就会发觉 即使是很多大富人家的父母 他会当老板 他不会当老爸 没有人教他 没有人教 可是人类已经五千年历史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还这么难呢 简单的观念啊 科学啊 是知难行义 生活却是知义行难 你看生活的东西是不是知道很容易 做起来很困难 对我每天要规律运动 要早点上床 多喝水之后 我几十年都做不到了 就这么简单嘛 对对对对 科学知难行义啊 对 你要去研究 那半导体有多难 可是我们去用它没问题啊 老师你讲到这个科学知难行义 我就想到老师您的这一套理论跟学问啊 是在科学上面认证过有专利的 是 因为我知道任何一个专利 那个审查的过程 之耗时费工 当然 五年 没错 对你太吓到我了 那结果没想到您的这一个 这套系统好了 结果还申请专利 可以被保护 我还申请的是大陆的专利 整个中国的专利 也就是说 我所看到的紫围斗树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如何确定你的出生时辰是正确的 没有人 其实也没有人可以真的确定 因为每个人都是妈妈讲的 对妈妈 妈妈是护士跟他说 搞不好他记错了 没错 比如说你五点到七点的人 你四点五十五分出生的 可是护士就把你写成五点了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这部分就是为什么 他本身需要有一套系统去确认他 那我就去做了一个叫做定盘 确定命盘的系统去申请专利 明白明白 一开始先确定你的输入资料是对的 命盘不确定你算的是别人的命 干嘛呢 对对对对 所以就像你刚讲 年轻的时候去给人家算命 搞不好你命盘是错的 对啊 根本白哭了 白哭白哭了几十年 对 所以这个是有专利保护的这个系统 那最后最终的成果反应 就在老师的科技滋味网上 是 那在上面 老师我们上去可以查到什么东西 其实首先我们讲 在我来讲 算命刚刚讲宿命论是不对的 对不对 打破了观念 算命的目的是为了知命 嗯 然后造命 嗯 什么叫知命 你要认识你自己 很多人真的活了一辈子 不认识自己要什么 人云亦云 所以你首先要认识你自己 接下去你才有办法去认识你周围的人 我刚不是讲这是人际关系的一套系统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们老祖宗已经讲过这种话讲很久了 可是我们缺少一个简单的系统来做这件事 是 所以你刚刚也说 像我还有出领导学的事 专门给做team building的 这个尤其是越高阶的主管 越需要他们越 跟人越有关联 嗯嗯 对不对 然后我也出了爱情 跟爱情有关的 婚姻有关的职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生这两个啊 职场跟家庭 其实都跟人有关 嗯嗯 而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做出来了以后 你看你上网 你要问的任何问题啊 嗯 在网路上都有 我有几百个不同的系统啊 老师是怎么样 会员他可以问你问题 然后会答到答案吗 他问电脑问题 对 网路问题 然后 对 对 而且很简单的是 你只要输入你的出生时程 嗯嗯 非常简单 所以我刚讲 我网路上有这么大的一个量 去去吧 不要叫老师了 然后他们在使用的时候 他会觉得 完全是 比我个人去算命 还要来的准确的多 嗯 而且可以处理更多的 因为你知道 你如果找我 我有时候会看到你面子上 不好意思讲真话 我们常讲察言观色 对不对 我今天看一个人的状态 大概是好还是坏 我会察言观色 嗯 这网路不会啊 他会给你最真实的 有时候我有些客户 老师我心脏受不了 对啊 你也不敢直接跟他说 哎健康小心 但是在这部分 我们就会讲好 去提点他应该怎么做 嗯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你从小的算命师啊 他懂得照命论的话 嗯 他如果告诉你说 你这张命盘难嫁哦 难嫁男生 可是 因此你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就会好嫁了 这不就是照命论吗 因为他们不会啊 对我从来没听过 老师我还想要 因为一点时间我们 把聚焦在就是 商业这边的应用 因为我知道很多科技师的老板 他也 他越在意他的 搭配他的财务或 将军在前面打仗 后面有人雇在家里 这种人和这种事情 他们他们会花很多东西 有人去看面相 面相 然后有人去带着一大票的 HR送去国外念一些什么 系统培训 对 老师的这个可以 系统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如果讲了 你也会吓一跳 我台湾就有四百万个会员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大老板 但是网路的好处就是匿名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也不用担心他的秘密会泄漏 我有专门的一套系统 就是专门做刚讲高阶主管的 team building这样的一个模式 他今天进来他就可以输入 我今天我输入我的每一个人 然后看他们的状态 跟适不适合 我20年前就早就想做这样的一个系统 明白 也已经做好了 所以在网站上面 现在也可以使用 当然了 你知道来我这个网站 刚讲四百万人 算爱情的最多 第二的其实就是事业 事业 第三 亲子 这三个是不是都是人际关系 很重要的部分 老师 简单上面来说 如果带一点科 科学 或写城市 或工程的这个思维在里头 老师知道 呃 不同的人 然后不同的分析 比如说工嘛 然后有千千万万种排列组合 是 用怎么样用一种城市的语言 或一种表达的科技方式 在网站上面可以几打成 这其实就是我讲的很有趣的地方 不管他的排列方式有多复杂 嗯 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 全世界是不是还是很多 对啊 差不多平均那四万个人 所以这四万个人会同命 会不会同运 不不会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大家在看 纯粹只看你的命盘是没有意义的 它没有好与坏 无善无恶 可是你后天的环境 就像我刚讲 我出生环境是这么恶劣 我家里的环境这么扭曲 这么奇怪 是不是才会让我从年轻就接触命令 如果我生在一个很幸福的人家 我可能每天就当个公子哥了 所以同样的命盘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是跟后天的天使地利于人和 刚刚讲过 明白 就是后面这个东西有关 所以真正的复杂 不在于前面的排列 因为从电脑而言 你在千千万万的排列方式 都很简单 很简单 真正复杂是在后面这一段 那您怎么用 这个您的科学跟工程的背景 把这个让使用者可以用吗 这个我很好奇 我讲两个基本观念好了 是 我想这个是 这个制作人很希望我谈的 因为必然我是理工背景 对不对 20世纪物理学两个最重要的理论 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一个是这个量子力学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而我其实在基本原则就是用这两个 什么叫相对论 我把它讲叫做吉凶相对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吉与凶 是一种相对的观念 这个各位如果主要对传统文化 有点了解的就知道 老子说祸福相宜 或者讲塞翁施马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相对论 好这个各位这样一听 大概就理解了 所以重点不在说我要避开什么样的凶 因为我们喜欢讲趋吉避凶 嗯 而且你想要成功一定会碰到凶险 所以重点是在逢凶化吉 而不再趋吉避凶 因为每一个凶险啊 就像尼采成说过的 他说那个打不死我 就会让我更变得更强 你要成功 你一定要碰到凶险 而且知道怎么克服它 这是我讲 急与凶不要去怕 急凶相对 对不对 第二个刚刚讲量子力学 这我很好奇 海森堡在1927年发表了测不准原理 嗯 其实应该叫不确定性原理 uncertainty的principle 他其实推翻了古典力学啊 牛顿的古典力学 所谓的 如果我知道一个速度跟动能 我就可以预测这个星球的位置 嗯 在当时这是很了不起的科学 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 可是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 其实它是个小尺度的思维 因为量子弹的就是很小尺度的部分嘛 你不可能同时去确定速度跟能量 跟动能 嗯 不可能 这个牵涉到的有点复杂了 简单来讲 跟观测者和观测工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是 所以1935年薛定二 他发表了一个叫薛定二的猫 同时在里面也在外面 同时死活的猫 对不对 太好笑了 可是这个拿来形容命盘就很微妙了 命盘是同时 你看他到底是死还是活 到底是急还是凶 哦 不一定 不同的算命师 是不是看进去的就会结果不一样 对对 他视角不同 这就是所谓的观测者跟观测工具 嗯 很简单讲 你今天用紫微斗数算出来的 跟你用星座面相算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都不一样 完全不同 其实大家都早就懒了 那明明是同一个人啊 嗯 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观测工具的差别了吗 紫微斗数命盘里面有108颗星 你知道有一些算命是只学里面三颗星 他就永远只看那三颗 好奇怪哦 这是不是就是薛定二的猫了 某个地方而已 这也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原理了 嗯 因此在我们来讲 为什么谈造命论的关键也就在于 当我们把这张命盘摊开来 他一定要去配合你当时的状态 去做决定的 换句话说 观测者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嗯 你看薛定二的猫 他要观测者看的时候才会知道 他到底是死还是活 老师可是你讲到现在我就觉得 那整个过程观测者这么重要 那这更应该是一个人为介入的行为 而不应该全部交给网站啊 哎 你看刚刚我讲的问题就来了 既然是人为介入的 问题是算命是本身 是不是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他的介入让你是走到深渊啊 对让我痛苦了30年 是哦 可是今天对我来看 他本身如果我们从AI的角度出发 他准确度是越来越高的 他才可以给你更最适当 最适合你的建议 理解 只不过我必须要说啦 是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照着做 是因为有些建议可能对你来讲 会觉得很难 人还是喜欢走简单的路 对啊习惯的 可是我们刚刚讲 你想要成功往上走 他的路本来就越来越凶险 所以你走简单的路 回到我们的宿命论的角度出发 宿命还是存在了 嗯嗯嗯嗯嗯 我懂了解 就看你自己的毅力 对 没错 我听到现在啊 我就想说我待会访问完 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赶快穿回家打开电脑 登入科技指挥网 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的说呢 那是因为其实 刚刚也跟老师分享到 然后这个星期 啊机关局也说了 有更新的这个案例 本土的案例 那因为疫情这件事情 从个人的健康嘛 到产业到公司 我的朋友在饭店 嗯 航空也 都有碰到 你有没有减薪 要么就冷冻 你要么就裁员 各种很慌乱的一年 嗯 就算不糟糕也很混乱 基本上来说 那2020年 我刚刚想请老师 给大家的一个 祝福也好 或是意义感也好 我觉得这是大家在找的 是 嗯 是 我要这么说啦 每一年 其实从行运的变化来看 它其实有它的必然性 所以2020很早之前 就知道很糟了 我告诉你 我在2018年底啊 是 我就说从2019年来讲 将是天下大乱之年 因为从子维的行运角度出发来讲 旧秩序会瓦解 19啊 2019 19的时候你就说 我在18年底 我就说 19会这样 我在预测2019年的时候 然后2019年发生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你看2020年我也说 2020将是每一个人 几乎是要跳离舒适圈的时刻 我有耶 我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也发生很大型态的转变 他就是逼着我必须这样子做 没办法 没错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全世界的观点去看 是 其实我刚讲吉凶相对论 对不对 天下是有一利就一弊 你刚刚讲哦 比如说航空业旅游业 哇真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啊 可是你知道有多少行业因此翻身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因此得利 特技工具 绝对有了 有啊 远距交学啦 对不对 游戏业啦 各种各样的行业 对有些已经快倒了 突然翻身的也有啊 嗯 同样的原来生机勃勃突然倒闭 当然也有啊 嗯 所以我们可以想啊 真的是月儿弯弯造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丑嘛 天灾人祸在地球来讲 其实永远每年都有 那转得过来的关键是什么 转得过来的关键啊 我在2020年年初 那时候疫情都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去年天下大乱 对不对 今年旧秩序在瓦解的过程之中啊 大家 你知道 离开舒适圈最重要的 其实是你的贵人在哪里 跟贵人运有关 那今年我有客户啊 他们也 2019年要倒闭了 可是2020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他碰到了赏识他的人 哎 投资他一大笔钱啊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那个行业啊 三年前没人要 去今年变得最夯 跟口罩 嗯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我讲 行运在变 永远有人得利也有人得益 是 所以各位不要去 因为这件事情而害怕 说着 说实在的 现在网络时代啊 讯息满天飞 嗯 现代人都是过度的讯息焦虑的 以前的人都说无知者无畏嘛 对不对 天灾 随时都有 你怎么避得开 嗯 可是人祸 是我们可以想办法避免的 嗯 因此啊 我在2021年 马上快到了喔 对不对 我前两个月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现在旧秩序已经 瓦解了 新秩序已经慢慢成形了 嗯 在这样成形的过程之中啊 明年最重要的将会是合纵连横的时代 为什么 重新开始嘛 听起来像是多合作吗 多去伸出手 然后多多开发 多多一起 没有错 嗯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抱团取暖 嗯 嗯 对不对 乱世的时候活下来很重要嘛 嗯嗯 对吧 一起做 没错 一起活着 是的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想到了喔 人啊 刚刚讲到人际关系 嗯 你今天坐在家里 我告诉各位啊 固定的朋友圈啊 嗯 就是命运的天花板 哈哈哈哈 也就是你每天只跟这些人来往 你就没有贵人了 是 因为每天来往的人不会是你的贵人 通常只是你的酒肉朋友啦 这些人哈啦哈啦的啦 可是那些 我告诉各位最后啊 20年前 我为什么会做科技指挥网 就是遇到一个鸿基原来的老同事 十年不见了 嗯 然后在那时候碰到大家一拍即合 决定做网站 十年不见从来没联络的人 也不是昨天喝酒 今天就是 也没有 所以我刚刚讲过 固定的朋友圈 是一个命运的天花板 可是你要怎么去打破这个部分 对 我正想说 老师说2021抱团群团很重要 你要有对的连结 你怎么找到对的连结 我觉得 紫薇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分析的方式 所以我们固定的上班模式 固定的朋友圈 这都是舒适圈嘛 哦你要跳出他了 是的 21年 要有勇气一点 嗯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是 回到这句话来 因为这句话可能也很打动所有的人 是 老师你觉得做了这么 20年的这些研究啊 嗯 那你觉得最后跟父亲的关系 有算是达到一个和解吗 或者是理解 我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我爸已经过世很久了 我出版第一本的时候啊 我爸拿到了书 还有 我张家的儿子竟然可以出书了 他就走了 他就这样子就走了 所以我自己很开心啊 至少他看到了是不是最后 对 也就是说啊 我其实应该在 我大概 不到40岁的时候 我跟他就彻底和解了 可是35岁以前的 我啊 真的是跟他来讲是格格不入 就冲起来 很多人也冲起来 对 最后我要跟各位讲的也是这个原因啊 越聪明的小孩 其实越克服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教我们 不知道怎么爱我们 对不对 希望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答案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每一次都这样子 再跟那个制作单位发许愿书 再邀请老师来个10集 好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赶快去看看老师 张生硕老师的最新的作品 《亲子男体自为游解》 希望他可以陪伴大家度过2021年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在我们节目现场上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们 再见 2021再见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